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家动物园正在失去大熊猫 它正在花费170万美元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大熊猫 分析 亲爱的日本 中国想问一下 你们有任何工作机会吗 澳大利亚将关键矿产资金增加一倍 增加12亿澳元的资金 俄罗斯在议员撤销测试禁止条约批准后模拟和打击 高盛拥有一个衍生品机器人 请大家收看 国家动物园正在失去大熊猫 它正在花费170万美元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大熊猫 彭博社 史密森尼学会将花费170万美元 翻新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围栏 以便未来可能容纳更多的动物 这座位于华盛顿的动物园 将在下个月与三只大熊猫告别 它们将返回中国 这些大熊猫是从中国政府租借的 动物园的离开将标志着自1972年以来的历史的结束 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 国家动物园预计将因大熊猫的离开而损失三分之一的收入 分析 亲爱的日本 中国想问一下 你们有任何工作机会吗 日经亚洲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成为习近平总统政府的首要任务 因为该国经济持续下滑 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今年6月 城市地区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 促使中国政府停止发布这类数据 中国内陆地区的严峻经济形势已导致一位高级地方政府官员 请求日本接收更多来自该地区的技术实习生以缓解失业问题 日本的技术实习生培训计划在过去一直受到中国工人的欢迎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 选择参加该计划的中国人数量大幅下降 然而 如果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无法改善 该国的更多工人可能再次转向日本 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公布官方的青年失业数据 被视为防止社会动荡的手段 这是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 澳大利亚将关键矿产资金增加一倍 增加12亿澳元的资金 日经亚洲 澳大利亚计划增加对关键矿产行业的资金投入 金额为20亿澳元和12.6亿美元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负责资助矿业和加工项目的关键矿产设施将获得额外资金 此举是澳大利亚寻求吸引外国投资 加强其供应链的举措 澳大利亚是鲤、骨和稀土矿石的主要生产国 但在金链能力和成本方面落后于中国 澳大利亚旨在为对供应链风险脆弱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材料 俄罗斯在议员撤销测试禁止条约批准后模拟和打击 雅虎 在俄罗斯议会上院撤销核试验禁止条约批准的几个小时后 俄罗斯进行了军事演习 以实施和打击 演习包括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并由普京总统通过视频通话监督 俄罗斯一直在等待华盛顿方面的变化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 该条约美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 高盛拥有一个衍生品机器人 彭博社 高盛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能AIA系统 以帮助为客户定价定制衍生品 定价过程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相对确定性较高 可以自动化进行 而第三步和第四步则需要对市场和客户偏好有一定的直觉感 该AIA系统将能够识别模式 并根据市场数据做出定价决策 同时理解不同客户的偏好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该AIA系统是否能够准确确定衍生品的定价 或者是否能够像人类销售人员一样与客户进行互动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创始人 Sam Beckman-Fried的审判目前正在进行中 Bankman-Fried被指控策划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欺诈计划 检方提供了来自Bankman-Fried的同事 以及FTX的计算机代码作为证据支持他们的案件 Bankman-Fried的辩护是 资金消失是由于意外的市场波动和无辜的会计错误 闪电交易的作者麦克尔·刘伊斯表示 他不相信Bankman-Fried是有意盗取客户资金的 有人猜测Bankman-Fried的妄想和冒险个性导致他冒险使用客户资金 相信自己能够赚回来 FTX的破产财产目前正在出售给潜在买家 可能由于其资产价值增加 包括对一家AI公司的投资而具有积极价值 然而当Bankman-Fried去年试图出售FTX时 由于他参与交易所的经营 其价值巨亏 Bankman-Fried的道德运气的时机很有趣 如果他去年找到了FTX的买家 他可能面临的后果会比现在轻 麦克·约翰逊是新任众议院议长 他有一个避免政府停摆的计划 雅虎 众议院已经投票 麦克·约翰逊·阿拉 被选为众议院新议长 这个决定是在之前三个选择失败后做出的 约翰逊是一位前宪法法律诉讼律师 曾致力于帮助特朗普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他还专注于文化问题 并以支持以色列而对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额外援助持怀疑态度而闻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鲜 有趣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内容可谓五花八门 从大熊猫的离去到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 再到澳大利亚的矿产投资和俄罗斯的核打击模拟 还有高盛的人工智能系统和FTX的创始人审判 最后是众议院的新议长选举 让我们来一一解读吧 首先是国家动物园正在失去大熊猫的消息 这可不是开玩笑 动物园正在花费170万美元 为未来容纳更多的大熊猫翻新围栏 可见 大熊猫在国家动物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不过 这也让国家动物园预计将损失三分之一的收入 听起来有点惨不忍睹呢 接下来是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 你们猜怎么着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成为习近平总统政府的首要任务了 经济下滑导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机会到日本去 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 参加日本技术实习生计划的人数大幅下降 中国政府不得不停止公布官方的青年失业数据 以避免社会动荡 看来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啊 再来是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资金增加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澳大利亚计划增加对关键矿产行业的资金投入 毕竟澳大利亚是鲤和稀土矿石的主要生产国 但在经验能力和成本方面落后于中国 这次增加资金的举措可是为了加强澳大利亚的供应链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看来澳大利亚也是下了一番苦心啊 还有俄罗斯在议员撤销测试 禁止条约批准后模拟和打击的新闻 听起来有点吓人吧 俄罗斯一直在等待美国的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 无奈之下 他们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以实施和打击 不得不说 俄罗斯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 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结果呢 接下来是高盛的衍生品机器人 高盛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能系统 帮助定价衍生品 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个AI系统可以根据市场数据和客户偏好 做出定价决策 不过 我们还是得静观其变 毕竟AI系统的定价准确性还有待验证呢 最后是FTX创始人的审判和破产财产的出售 FTX的创始人被指控策划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欺诈计划 而破产财产目前正在出售给潜在买家 听起来像是一出好戏 不过 让我们一起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吧 嗯 今天的新闻真是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有 不过 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